二位是搭档 对 要考验一下二位的默契 接受挑战吗 因为也半年没见了 应该考考了 你都是来考考啊 开始了啊 请问 德云社最懒的人 侯振 对 侯振 他嘴慢 他打哀 十多年前我们俩就较量过 他脑子比我快 经常同一句话 他也想说我也想说 我说一半他张嘴了 贵人也话持 十多年前就这样 最准时的人 高峰 郭德哥 高峰 他嘴慢 他嘴慢 最爱吃的人 侯振 我师父爱吃 这怎么都不一样啊 侯振一样 来 下一个啊 最会做饭的人 贵人哥 我说实在的 谁做饭我也没吃过 对 我爱串门 对 我师父做饭 我师娘做饭 于老师做饭都挺好吃的 好 最喜欢喝酒的人 于圈 这 这 这 股长 终于默契了啊 百分之百的默契啊 滴酒不沾的人 高峰 来 又一样了啊 这肯定是 最喜欢请客的人 我师娘 董事长 对 这一个人 这是一个人 董事长 师娘是一个人啊 一个人 我得想想怎么措辞 这重要是 这个最懒的人 你们一致说是 猴 猴震 怎么懒了 这不是我们一致 这好像有点公认那样 怎么懒了 能不动就不动 对 其实跟我差不多 我也这样 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有时候外地演出 猴震老师是跟您不一样 他是报幕员 报幕员他得节目单 有个小条 他都得我给他写 这有他有发言权 写好几年了我给他 谁和谁演什么节目 他不写 他刚才这次拍马屁吧 都得我给他写 他叫乔史种人 拍马屁吧 我给他写 写完了给他 下场演出呢 他拿上场的再换劲个的 对 最准时的人刚才 这个老老师说是 我叫高峰 绝对是高峰老师 他呀就是你定的点 也不早来不晚来 对我印象里 反正迟到也不能说没有 也有 也不多 高峰老师说最准时的人是 一两回吧 您刚才说是郭德纲老师 这就属于是拍马屁了 不是拍马屁 因为原来他不准时 原来您比如说 我们在天桥剧场 天桥那个园子里头 拍个戏什么的 你说定了中午一点吧 他一半三点半他来了 后来呢 他就很准时 定几点 几点之前他准来了 最爱吃的人 刚才两位说的也不一样哦 郭老爱吃 郭老也是 人家也是知识渊博 人家到哪儿演出 人家都知道当地有什么小吃 有什么景点 而且能讲得特别好 对 我看了一期那个综艺节目 就是真人秀的 郭老师属于贵吃 对 我说的侯震是爱吃 因为郭老师给起外号 管他老馋猫嘛 管他叫 贵谈 老馋猫 郭老师懂得多 吃这一道美食 能跟你讲出来 这渊源故事 对 你比如乌鱼淡汤 是什么东西 对 郭老师这方面也知道吧 我是学水产的呀 是吧 他是 郭老师 他是有这知识 他会吃 但是他不是说到哪儿 也不顾马 侯老师是馋 就想吃 侯老师 关车我们这儿 老馋猫 你打的都知道了 最会做饭的人 他说了仨 我说了一位 因为他呀 在郭老师家里头 住好几年 郭先生 还有那他师娘给做饭 他都品尝过 我也品尝过 我很少品尝 对 他口高 对 我去的少 最喜欢喝酒的人 您二位说的 都是郭老师 郭先生老师 郭老师 反正我们眼前 能见着的吧 郭老师算喝的 比较多的 我们有一个小组织 就是我呀 郭老师啊 还有一个叫王海的 原来有俩喝的 那一个必须喝 现在呢 是有一个喝的 这仨必须喝 不起呀 或者我们都是 上楼下那服务员 要一房卡 我们直接就偷 郭老师去 郭老师睡着睡着 就摸一把梁 我们也不招他 这都是我换了房卡 我干的事 这几道题呀 基本上一半 你们说的都不一样 但是聊着聊着 把这细节一聊 其实都聊到一块了 就彼此生活 其实很熟悉 其实意思差不多 对 彼此身边的人 也都挺熟悉 这其实就叫默契 对 对 对